某室一座豆腐渣工程大桥突然垮塌 竟发现桥墩中嵌着一副活埋多年的人体尸骨 它到底因何而死 又为何会被埋在这座桥中呢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带大家看一部 能在现实中找到真实案件的悬疑电影 2011年黄雀市一座大桥 因豆腐渣工程问题发生断裂 此次坍塌造成三民无辜百姓死亡 欺人受伤 受害者家属自发聚集在黄雀市政府门口相讨 是领导朱峰正痛心疾首的搀扶起受害者家属 告诉大家 调查组正在抓紧时间查问题 法网恢恢恢说而不漏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此时大桥坍塌处的工人 也在紧锣密鼓的处理的现场 突然工人发现 桥墩的水泥里出现一根人手鼓 随后行政大队组织人手 在桥墩处挖出一具完整的尸骸 事故身份还有待确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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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